淡水田园宫每到农历年前后就会盛开三色鹰 最近几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但是在过年期间大量的人潮涌入却带来了许多的垃圾 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垃圾饮料就让妙方相当头头 粉红色的花朵在阳光底下绽放 淡水田园宫每到农历年前后就会盛开的三色鹰 最近几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但是妙方说过去基于宗教理念 将园区免费开放给大家休憩 随着人潮一年比一年的还要多 却也带来不少环境与交通问题 对 在这边请来赏发的游客 大家都发挥那光泽心 不要再制造垃圾 把垃圾带回去 不要再污染 来到淡水田园宫后山 整片的山坡上的樱花相当美丽 但是在过年期间大量的人潮涌入园区 更带来许多的垃圾 随处可见被丢弃的饮料垃圾 庙方相当头痛 那个我们那个差不多有七八位 对 就要留下来 对啊 因为有些游客都把它随便乱丢了 它没有说有没有那个桶子 还是什么可以装 那跟那就是随手乱丢 我们之后都要再去清理那一大堆的垃圾 可能要超多两个多钟头 对啊 而且到了晚上来私信比较不好 对 庙方表示在年假期间是樱花的盛开季节 现在平常好天气 每天也有上万人次来到天园宫后山赏花 但是每天等到夜深人潮散去时 天园宫的巨宫就得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夜晚里清理游客乱丢的垃圾 因此接下来的三月集也因花季 庙方也说园区内都有设置大型的垃圾桶 也希望游客可以发挥公德心 大家一起共同维护环境清洁 记者许多安音的水彩方报道